VPA,你当然就很简单 我反而觉得VPA这个太简 写程式真的是一个很优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VPA你直接一次要打开 打开之后呢 当然开发人员一定要先打开 开发人员应该都知道 在这边其他命令里面的什么 制定功能去这个打购就可以了 那你再来的话就是再按一下那个 Visual Basic 那这边就把程式写上去 程式部分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里面可能在VPA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里面会有物件 那物件的话你当然可以 比如这个是一个储存格的物件 它是Sales Sales物件里面的哪一列哪一栏 你跟他讲一下 比如说他前面先列 第一列 这第一栏 再来就是跑第一列的第二栏 一直到第九栏 OK 所以先跑这边 那栏极跟刚刚一样 然后再下一列 再下一列 再下一列 所以写法上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大概写法 第一个一定是先插入一个模组 模组里面 按右键先插入模组 然后再来的话 再插入程序 插入程序的话 插入程序的话 就从上面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也许叫99乘法表的一个SARP OK 那这边我们不用Function 用Function应该也没办法 像右像 反正用SARP好了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来就是 跑回圈 回圈逻辑跟刚刚一样 FOR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先FOR追好了 FOR追等于 不过特别注意哦 那个在VBA里面的话 写法是1到9 Enter两下打一个Next 那那个Python里面的话是 它是什么Range 所以FOR追引Range 哪一个范围 这个是哪一个数字到哪一个数字 其实逻辑上也差不多啦 不过叙述稍有差异 另外的话呢 Python里面后面 它会有个冒号 有没有 这边会有个冒号 那这边不用冒号 它变成Next 所以差一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转换的话 反正你就把它规则记一下 然后呢 稍微转一下 其实就OK了 那 甚至现在好像坊间 雲端上不知道也没有那种 直接 把Python程式贴上 自动帮你转出VBA 好 应该目前没有 如果你要 你可以自己改写 因为你只要知道规则 你就把它转换一下就好了 以前真的很多程式互相 有点像翻译软体 比如说你要把那个 市议员的东西转成Java 那你就贴这边转过去 它就出来 或者你要把什么 把Java转成PHP 贴 它有点像Google翻译一样 自动帮你把那个程式翻译过来 不过其实 到有的时候 如果你知道差异的话 你就转一下 就跟你讲话一样 你讲台语跟讲国语 那你就知道说 是一样的 有些是不一样 你就把它转换一下 当然逻辑是这样 那只是说你在不同环境 你就是写不同的东西 再来的话就是打一个Sales Sales什么呢 Sales哪一列 那列的话呢 目前都固定同一列 我们先假设都同一列 所以前面是RAWINDEX 逗点哪一栏 那就是DJ栏 那Sales里面呢 这边都可以用那个整数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输出到 那个后面 我们一样用字串 所以1乘上 后面的J 那后面的J 在Python里面是用加 但是VBA里面是空格AND 你不能用加 加的话是在VBA里面 当运算值 就是加减乘出用 那自串的串接是用AND 这一点的话呢 跟Python不一样 然后呢 乘上J 然后再串接 AND什么呢 串接那个 再一个等号 对不对 然后呢再AND 其实最容易错应该在这里 再把什么呢 两个相乘的结果 就是1乘上J的结果 帮我输出 到串接的结果 另外有一点就是说 在Python里面要转型 有没有 转成Stream 但是在VBA里面 不用转 很多时候VBA都不用转 它会自己帮你转 所以有时候写习惯 VBA 然后突然又转去 写Python 常常就 TypeL 因为忘了转 因为VBA里面 会自己帮你转 当然你想说 老师我想转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你可以打个什么 我记得好像St 好像记得这个函数 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地方 跟Python一样转 没问题 但是不转也可以 当然如果 不转可以 程式为了精简 我宁可不要写那个 写上去的话 你要多一个东西 如果这样输出的话 它应该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让你直接跑 1到9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 就是Printer要处理 那个换行的问题 还要处理那个Table的问题 这边不用 因为它是一个储存格 也就是eSale 已经帮你画好了 你直接把它输出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要输出整个的话 那就是Enter一下 然后上面一接 所以习惯上 这边再复制上面一个 那把这边改成Table一下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I 再多一个I 那里面的东西的话 这边就把它Table一下 下一接 那这边记得把它改成NAS 底下Enter 所以有个NAS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另外还有一点 在VBA里面的缩排 并非必要 是选项之一 但是Python里面是一定要的 不过像我的习惯也是这样 即便写VBA我一定要缩排 如果没有缩排的话 我会看得很不舒服 当然你全部都在同一阶也可以 我发现真的有人在同一阶 而且程式居然也可以跑得出来 他有时候像同学问问 你怎么写成这样 我第一个习惯一定要把它缩排 不缩排我真的看得很累 我第一件事一定要 第二个就是要注解 如果现在你写一些程式太多了 你一定要注解 不注解的话 你拿去给别人看 别人会觉得说 你写 怎么从哪边帮你看 你注解一下吧 你写给你自己看也OK 你写给别人看也OK 所以这个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再来就是把这个数字 这个改成I 那这个的话 把它delete掉 前面就补一个I 串接空一个End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再改成I 这样的话 它就会本来是跑一个回圈就一列 现在的话就跑1到9列 所以这边执行的话 R按执行 全部都OK了 有没有 逻辑一模一样 程式有没有 基本上 对我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而且对的东西一次就可以 很快把它输出 当然在VBA里面的好处是 它已经有固定的储存格 所以你未来输出的话 像配合资料库的概念 也可以是用这种方式 很快就可以把它输出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部分 我程式也有帮各位 把那个程式部分呢 放在云端上面把它贴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把它贴到 贴到这边 程式在下面 如果你实在打比较慢的同学 你先复制贴 删掉重改 没关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 凡是所有练习过的Python的程式 你其实VBA都可以写得出来 两边其实没有什么任何隔阂 基本功能还有基本的那些应用 都没 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差别 会有差别的应该是 后面衍生出来 像Python最强大的就是 它有非常多的套件 可以帮你完成很多 那些套件 VBA里面不见得有 其实相反过来 其实也是一样 两边互有各有优缺点 没有说哪一个环境是绝对的优势 没有 只能说相对起来 有的工具 比较适合哪些事情 所以其实你就要慢慢去体会 第一个也许两个环境 你都可以一次学 第二个你还是要了解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长处 跟它的短处 那长处你就取 那短处的话你就避开 这样的话其实用起来 我想你在处理工作上面 就可以很快知道 某一件事情的解决的方法 用哪一种工具会是最好的 没有说那种绝对 你也不能说你只有一套东西 要全部从头做到尾 像如果你要处理Python的东西 你说要处理Excel里面的东西 我倒跟你讲说 你干脆用VBA算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再去开档 还要再去处理它的那个 储存格工作表工作部的问题 那倒不如用VBA就好了 你干嘛还要再舍尽求远 但是如果说你要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像网路爬虫好了 看起来实物Python 真的还是比较强大一点点 当然简单的那种网路爬资料 VBA也办得到 可是进阶一点的话 好像VBA就比较力有未带了 所以这个当然互相取舍 互相参照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用VBA 输出究竟什么表部分 也再练习一下 练习完之后 也许可以再看那个证照 考试题的第三类